这里是夏威夷大岛中北部的休眠火山 Monakea 海拔4205公尺 已经建有世界著名的Monakea天文园区 但一座耗资14亿美金 高30公尺 共18层楼 由美国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巴西 印度等国 参与建造的地面大型光学望远镜 仍然计划要在这里搭建 预估将会破坏当地 3330多平方公尺的土地 引发强烈抗议 抗议者在今年初 占领火山顶两州 预计有超过30人被捕 夏威夷州州长在4月时 已经宣布暂时停工 而夏威夷最高法院 则在11月底做出决定 要求这项建策工程紧急停工 直到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 这不是很常的事情 我认为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谈论 法院在这些谈论 法院都很明显 他们都很明显 他们很明显 我认为这些谈论 我认为这些谈论 让他们完全明显 都很明显 所以我们很高兴 并且认为这个决定 让所有牵涉其中的行为者 都有时间可以做出回应 暂时停工的决定 传到聚集在火山顶 准备进行另一波 静坐抗议的原住民族人 和支持者耳中 纷纷表示行为 这些谈论 对当地原住民族而言 望远镜的建设 会亵渎神圣土地 因为族人相信 这里是天神和女神 居住的庙堂 族人和支持者表示 在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之前 会死守Malakia 坚决反对这项望远镜开发案 记者读戏 林波红编译